农历新年期间 你是否看过了强势贺岁电影之一的 《谢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而你又是否有留意到 里头其实有一名来自我国的演员 原名谢新月的齐希尔 是一名北漂大马艺人 在中国大陆发展四年后 终于获得机会在大片《谢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 饰演蝙蝠妖 可以说是演艺事业的一大突破 大家都知道北京是一个特别竞争力很强的地方 演员不缺美女不缺 有才华的女孩也不缺 我觉得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这四年来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 去应付每一个挑战 在我是通过试镜 然后才进到这个电影的 要和多位大牌演员同台标戏 齐希尔坦言压力特别大 你知道要跟龚立啊 郭富城这些大牌 他们合作的话压力特别特别的大 因为这现场的时候 没有人会给你时间 没有人会觉得你因为没有经验 而给机会你 所以我得要做好准备 而且像这种大的制作 基本上导演他没有时间 去照顾到每一个人 所以剧本一直在改 因为很多每个演员的要求都不一样 直到我拍摄的那一天 我都没有见过剧本 为了更完美的诠释蝙蝠腰的角色 齐希尔在电影开拍前 就做了资料搜查 包括研究和揣摩蝙蝠的动态和习性 不过齐希尔认为 最具挑战的还是化特效妆 光是上妆就得花12到14个小时 卸妆也得花4个小时 上妆之后更是不能活动自如 我的妆手指架是这么长的 我是吃东西也吃不到 一上妆是不可能吃到东西 连上习组之间都上不了 你想一下 早年在西马两地发展的齐希尔 也曾参与过多部电影演出 包括壮鬼 夏永春 热爱表演的他 一度胆粗粗地 给法国国家电影委员会首席执行员 法兰克 寄了自己编写的剧本 结果获得赏识 法兰克免费提供他上短期的电影艺术课程 但除了演戏之外 这名小妮子唱歌也不俗 齐希尔透露 之后主攻哪个路线 还得看日后的发展 但寄望可以回国拓展演艺事业 那我毕竟是马来西亚人嘛 我不想放弃自己原来的老家 就是毕竟是一个马来西亚人 我还是会希望藏回来 有更多的活作 因为毕竟是马来西亚人 我觉得马来西亚人 还是会支持我的 对吧 你那熟悉的脸 你那熟悉的脸 跨过这夜空 我们一起的相伴 是否能有世界 来 来 来